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6日23点53分联合报记者毛 婉婷,新北报导蒲原,富邦队球员肢体对抗性提升,多次出现冲突画面 图,中华篮球协会提供分享分居联盟2,三名且近况都十分理想的两支球队昨天正面交锋,富邦队在此一提升对抗档次 靠住强力的防守压,低对手得分,再加上团队共有5人得分突破双位数 最终就以93比84击败举办主场日的蒲原队,收下5连胜并稳住第二名的位置 蒲原举行主题日吸引近2000名球迷到场 图,中华篮球协会提供分享蒲原昨天举行本季第二次的主场日,吸引近2000名球迷到场加油,不过富邦开赛就打得强势,首节就取得双位数领先 并一路压住对手打,最终以9分差距击败赛前写下6连胜的蒲原 富邦主帅许静哲说,大家都知道蒲原最近状况好,不过我们也都希望这场比赛 不能输,大家都想要抢前两名的位置,所以整场比赛的肢体对抗性也较大 两队球员不时出现肢体碰撞的画面,引发浓浓火药味 富邦杨江米歇尔后灌篮得分 图,中华篮球协会提供分享富邦除了杨江贾西亚,米歇尔都有双十演出外 本土球员蔡文成,张宗宪及刘维晨也都有双位数得分,也打乱扑原防守阵势 图原主帅麦班达赛后表示,这场比赛就跟开季第一场比赛很像,对手已经调整到季后赛强度,而自 己还没苏醒,他们成功把这场比赛变成肉搏战,苏果裁判尺度就是这样,我们也必须要学习 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米斯奇,因为今天是卢奇基迪亚,分享分享留言烈意